好我们来看一下MRC对阵斗舞的第一局上半场 地图的话是红教堂 东旋这边在搬尿祭司以后掏出了女巫 其实我虽然说当时我在给大家讲 就是拿前锋不拿前锋这个问题 我考虑可能会拿前锋 但是仔细一下 如果这边前锋拿出来祭司没有的话 东旋掏女巫 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吧 还不如这边祭司调酒拿了以后 东旋拿纪录员会不会更舒服一点呢 毕竟东旋的女巫还是挺恐怖的 看一下吧 这把的话上来找到的是小迪老师吗 找到小迪老师 看原生性图 板子先破掉 盒子先踩掉 开局抓舞女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这舞女我就把你三个盒子踩了 你就是个白板 我想怎么抓怎么抓 横着抓 竖着抓 小迪老师这边也是每一个减速盒都用一块板子来保护 尽可能的把这个板子和盒子配合起来 这样的话会耽误更多监管者的时间 这里双性图包夹过来 应该是有机会能起一刀了 哎 完了 出震慑了 炸 炸裂 这个震慑 应该是已经奠定了东旋输不了的局面 这波震慑 我估计小迪老师当时应该没有 可能没有 但是那是他的寄生性图 他知道的呀 应该还是一个距离判断 没有能判断准确吧 这里手里面还有放狗 原生性图放狗 这边星河能不能拉球 拉球 对 漂亮 来死 这波把这个狗撞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狗被咬住 有可能出现什么 有可能出现就是前锋救人过半 再给前锋补上一个信图 小迪老师这边二挂 外面的调酒和杂技是没有办法给到支援的 因为他们的机子是绝对不够的 这局这个调酒可能 不是 这个舞女可能要考虑卖掉了 调酒师过来吗 调酒师有想法 东旋这边甚至还想追一个 甚至还想追一个双倒 一刀没打住 那算了吧 人先挂上吧 人先挂上 这里挂上的话 感觉杂技可以过来救一波 为什么呢 这边是调酒师给前锋补上了酒 因为他这边只有一个单信徒 只有一个单信徒 东旋这边回去的话 杂技趁此机会把人捞下来 我觉得也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不捞的话 反而会被东旋这边找到以后 补个信徒逼救 其实刚才这边趁此机会捞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说你有搏命的 没排到 排过来 找到了 东旋这边的话 要不要先补信徒 因为这个信徒可以先补 用震慑吓唬你 假动作 两个人都在做 表情拉满 表情 哎呦我去 这波花瓷杂技 救人也是 只能说 这波花瓷是顶住了压力 那这个救人确实比 刚才我说的直接捞 要好得多的多 要好得多的多 因为他这个血线屁股卡满了 然后自己这边只吃了一刀代价 以一刀为代价 并且还有一点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自己身上面没有信徒 一刀带走 挂飞 外面的话 机子还是慢 这局机子还是慢 这个机子 说实话 以东悬的控场能力 我还是觉得要出现多抓 因为确实前期劣势太大了 前方那波救人 杂技那波救人 单从救人来看 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完美的 但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劣势上面的话呢 你只能是就弥补了一些回来 但是现在还是一个劣势 还是一个劣势 调酒是两瓶酒都已经交掉了 绕过来 机子的话差一台半 先打一刀飞轮 可以 阿东 放狗咬 咬中 外面新奇台机子 16% 41% 这台 也在修了 那还行 那还行 这机子两台都在修了 这边的话应该是 打一刀调酒师以后 后面要切闪了吧 还是说控场 要么切闪秒 秒了以后呢 把人往回挂去压密码机 要么就回身直接控场 这个调酒师看情况慢慢打了 还行 这把 有一说一 求人者两拨救人 是把这个局势稳住了 没有崩 还没有崩 只不过呢 我觉得东旋现在可能会去进行一波消耗 就 我把你杂技的求号了 把你前锋的求号了 把你调酒的9号了 打到开门战 你们三个小白板 对吧 你三个白板 我这边开门战女巫有底牌有技能的话 还是 有多抓的面的 这边死守一台的话 外面要重新起一台机子 调酒师这边倒地了 这里过去的话 补一个信徒 然后原生信徒继续压那台60%的小房密码机 守得住 守得住 这台机子守得住 以东旋的控场能力 这台机子应该是守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人的话尽可能往回挂吧 人的话尽可能往回挂 这边的话前锋是硬抢 这硬抢 感觉不太抢得掉吧 这台机子 你前锋要抢掉 我觉得 有点够呛啊 其实我觉得当时前锋 如果说外面去重新起一台 可能会更好 现在的话看一下 能不能卡半就下来 东旋这边 防守 再次压力给到花瓷 直接打也行吧 一颗减速球 追刀闪现 对把这边砸几秒了 好的 那你调九师怎么办 调九师得消信徒 前锋这边的话密码机动不了 外面再起新机子 现在起新机子就晚了 他第一波如果说这边发现 女巫原生在守密码机的时候 就把这个机子放起 外面去重启 可能机子还来得及 现在的话 调九师这边半血 信徒能消掉吗 信徒消不掉的话 这个局已经死局了 机子 40 调九师 一个飞轮半血 信徒能消 信徒能消 这边的话看到 信徒已经压好了 绕过来 看一下 阿东东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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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波调九师 这个信徒没有清掉 那这调九师被挂上 东旋这边的阵地 再往前推 推到小推这边 来压前锋 你想修机子 不可能 大魔王压得真死 这个机子压得好难受 不挂人吗 我觉得可以把这调九先挂上 这边的话 杂技是把信徒清了 东旋这边是利用 信徒再把人往回 再往回挂 这样的话 他可以更好地去便于他的防守 现在这三台机子 两台 拉球 调九师信徒 刚才如果阿东能够把调九的信徒给削了 可能要好一点 削了再去救人 可能要好一点 他压满了以后 自己倒地 那时候信徒是不能削的 现在三个人 调九师 前锋 杂技 都是半血 女巫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个闪现的 有一个闪现 两个闪现好了 两个闪现好了 机子的话 一台66 一台77 闪现 漂亮 带走这边杂技 现在没有摸机子 这两台机子没有摸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感觉 再补状态 也 也不够了 这个机子 应该是被压到死了 因为这边杂技是一个上挂 救下来 现在是个二挂嘛 救下来以后是个上挂飞 两个人状态不好 但这两台机子 以东悬的控场能力 修不掉了 修不掉了 还是只有刚才我说的 就第一时间 我们从上帝下来看 第一时间前锋 去修小推那边的机子 因为这边 那个调九师的方位 离小推这边 还是比较远的 那个时候早一点修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这边 当时机子是 小房这边四五十的时候 他这边补到77 起码你把这个量转到那台66的上面 其实差的不多了 把这边救下来 有闪现 先管密码机 调九师这边是一个上挂飞 飞轮 86 要么亡命冲锋一波 强冲一波 好像冲不动 把86的机子 三个人强冲 我觉得也冲不掉 这里杂技的机身信徒 看一下东旋 这边的话好像是 再补一个信徒就变成全程 哎呀 没打错 全场四打三了 还能拉扯吗 还能拉扯出奇迹吗 能拉扯出来吗 调九师倒地 这边补信徒 前方 抢起 这里的话 这刀打好像不行 这刀打好像不行 这刀打的话 因为你打了以后 信徒会消 这边要等 等 密码机好像能亮 what 亮 前方还有球 这 当时那个闪现 没闪到 前方 空了一个闪现 MRC是真能顶啊 东旋这边的技身 能拦得住吗 前方 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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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要三跑吧 那边是没有技身的 oh my god 哇 这 不是我的锅 是一个闪现空了 那波闪现没空 也四杀了 AUDIO 我 在我